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比如今的C919大了几乎整整一圈 这便是大名鼎鼎的国产运石喷气式客机 该机长43米 翼展42米 装备有4台GT3D短外含涡轮风扇发动机 每台发动机起飞推力为80.07切牛 最大起飞重量达到了110吨 比C919高出40吨 最大时速930公里 但它的研制可并非以凡风水 由于经济条件有限 整个研制环境非常恶劣 并且简陋 许多工具都是自备的 甚至画个图纸都得爬到食堂桌子上 当然 艰苦条件向来都不是阻碍我国科工进步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 我国此前从未有过相关技术的研究 大飞机研制经验接近于零 这并非拼尽全力就能取得 而是需要数十年的积电才行 正当研究进入瓶颈阶段的时候 转机来了 1971年 一架来自于巴基斯坦的波音707客机 飞临中国西北上空的时候 突然发生故障 此时飞行员选择迫降到了中国 落地后 巴基斯坦方面认为 这架飞机没有抢修的必要 便将其直接送给了我国 要说巴铁就是巴铁 真够意思 这可是波音707 在当时 技术没有比它更先进的客机了 这件事情对于中国运驶研究团队而言 无异于天上掉线柄 于是得知此消息后的中国航空专家们 立刻集体感复西北强势围观 来自32个单位的500名专家 对这架161吨重的大飞机 进行了为期90天的全方位的研究 从航电到气动设计 乃至复合材料都吃了个头 相应的 运驶也因此获得了大量宝贵资料 甚至可以说 我国大飞机技术积累就是从这里诞生的 后来 运驶的横空出世 也多少有些波音707的影子 而他也不如使命 在技术验证期间 试飞了107架次 155小时 还成功穿越过喜马拉雅山 毕竟 他的最大声线 可是能够达到1万1千米的 虽然后来并没有量产 但运驶毫无疑问 为我国相关领域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可以说 C919就是站在他的肩膀上飞起来的 那么观众朋友们觉得 C919到底有没有必要 争取完全国产化呢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发表看法 沸沸相当期待和大家一起交流观点 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 请便借我的头像 免费订阅迷彩虎军事头条号 原创虽不易 但我们会坚持每天更新 您的关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